陳中 陳中 陳中成傷患一一被送下來 目前送醫的43名傷患中 累積已有16人康復出院 其餘27人在八家醫院治療中 由於大多的傷患都是吸入性暢傷 醫師建議採取肺炮盥洗 以改善肢氣管內積探情況 立的成績 這個黑黑的 然後可以看到他的整個年末都有受傷 有好幾位都有插管 那目前他們就是在我們追蹤的支氣管境 他們的呼吸道的狀態都顯示比較健康 那假如碳力的量很多 那甚至有時候可以用這個肺炮灌洗的方式 那把這些肺炮裡面的髒東西把它抽吸乾淨 至於傷患中還有兩名是消防員 一人是在救災時做小腿撕裂傷 已經做完清瘡手術 另一人則是熱衰竭治療後出院 這些住院的病患到目前為止 他們的恢復情況都還很好 還不錯 那沒有任何新增的個案 透過更機密的治療 讓陳中陳的活警患者舒緩病痛 加速復原 大愛新聞高雄花蓮綜合報導